广西一名杀人疑犯日前潜逃到河池市巴马县后被警方抓获 警方同时在房间内控制住一名提供包业服务的涉黄女子 得知诊辩人竟是一名杀人疑犯时,涉黄女子被吓得大哭 河池警方介绍,在接到广东连江市警方的协查通报后 警方很快锁定逃亡到巴马的疑犯落脚点 9月30日11点左右,抓捕时机成熟 民警在宾馆的房间内控制住一犯苏某和一名涉黄女子 据介绍,苏某在广东连江打工时染上毒瘾 输光了家中的20多万元存款,最终妻离子散 欠下赌场人员债务的苏某被限制人身自由并一度被殴打 一天晚上,趁看守人员酒后酣睡之际,苏某用消防罐砸死看守人员,随后逃离现场 告知那些赌博的人,你最想对人说什么? 就他们不要赌博,赌博是害自己一生 目前,苏某杀人案已经移交广东警方 而涉嫌蔓淫的女子已被行政处罚